佛光照大帝伐喜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位在法国巴黎的 佛光山法华参寺 日前是举办了 2021欧洲剑四祈福法会 而为了防疫活动全程直播 吸引了欧洲14个国家 500多位的佛光人 共同参加 法华参寺佛光敦煌舞团 翩翩起舞优雅舞姿 吸引全场目光 紧接着巴黎佛卿霸气亮相 用气势磅礴法骨表演震撼全场 信众代表前程献贡 这是法华禅寺 2021欧洲剑四祈福法会现场 而佛光山海外巡建院院长 满千法师 也透过影片跨海开市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在这十几年来 我们相继完成了 我们维也纳佛光山 西班牙佛光山 巴黎佛光山 法华禅寺 非常的开心 我们明年度 我们这个柏林的佛光山 就能够把它全部的盖完 庄严法会 建政佛光山 欧洲红发里程碑 功德不可限量 让前来参与的信众代表们 相当感动 在疫情期间 我将近两年没来佛堂了 今天真的很高兴 能来佛堂参加欧洲剑四祈福法会 让我发喜匆忙 今天真的是特别的欢喜 能够参加这次欧洲剑四祈福法会 相隔了一年多没有回来到场 所以真的是非常开心 为了防疫 2021欧洲剑四祈福法会 全程线上直播 让欧洲14个国家地区 18个协会 550位佛光人 不用坐车劳盾 在家就能同步共修 不只要把功德 回上给柏林佛光山 剑四工程 也祈愿新冠疫情 早日落幕 任为是法国巴黎 总和报道